現在我就好奇它很像一旦 我猜對嗎? 你猜對嗎? 它類似於沙蟲 蟲 蟲 什麼? 有像 日秋 日秋 對 有的像日秋的 QQ的 還不錯 有嚼勁 有嚼勁 嗯 我喜歡QQ的 天后蔡依林日前巡迴演唱會 Ugly beauty finale來到溫州站 蔡依林也趁著空檔品嘗溫州美食 沒想到其中一道菜讓它嚇到花絨失色 因為這道菜是用蟲來製作 讓它驚呼連連 你竟然我就好奇它很像 你一旦 我猜對嗎? 你猜對嗎? 它類似於沙蟲 它類似於 沙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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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? 算蟲嗎? 它應該是 一種海色 它刺激還是很鮮肥 很像 尼秋 對 有的像尼秋那種 好 QQ的 還不錯 有嚼勁 有嚼勁 嗯 我喜歡QQ的 補燉 會去煮明香 那裡面是什麼肉? 新加的豬肉 嗯 在我預期之內 糯米飯 對 怎麼吃好? 你可以拌一下 因為它有糖質 糯米飯就在配合 鹹豆漿 不是鹹豆漿喔 對 欸 它比較清淡耶 因為我們家附很多 那他們是加鹽巴嗎 那少量的鹽巴 我跟我們吃的鹹豆漿 對 因為我平常很喜歡鹹豆漿 好 會來就是飯糰 吃在你們街景 這個叫哇哈 哇哈 對 好像一隻熊貓的名字 哇哈 對 好可愛的名字喔 它怎麼吃直接生有醬料嗎 對 不醬料直接吃 我感覺看到它五臟內褲 就是血 因為它打開回去 喔喔 血哈 很像蛤蜊 它這個很辣 這個姜先生也是這樣這個醬 這個很有名 這個叫燉掌糕 燉掌糕 對 為什麼叫燉掌糕呢 因為燉 豆漿的燉 喔 燉掌糕 燉掌糕就是那個燉掌 一盞一盞的燉 叫燉掌糕 它燉掌的時候那個器具 就是一個燉掌一樣的一個器具 喔喔喔喔 所以來名字就叫燉掌糕 燉掌 這個 主角麵線 薑酒上面 薑酒 做那個小孩的時候 那麼鄰居親親過來喔 每個人可以推往這個 上面給他們吃 喔 就是慶 像紅扇跟那個糕 對對對 恭喜你生小孩喔 哈哈哈哈 賣餅啊 對 裡面黑黑的是什麼 梅菜乾加那個五花肉 吃起來像什麼 梅干扣肉 味道有點像 有點像 有點像 因為加了那個梅菜乾 對對對 甜點 我來我來 好像 來西餐廳吃牛排 它是肉餅的比較黏 這什麼時候吃這個東西啊 坐月子的時候吃 呃 坐月子不是真的 哈哈哈哈 被孕婦人想說 天啊 你要吃這個 你需要讓我肥死 哈哈哈哈 過年的時候 喔 過年 過年的時候 每家人不會被 啊 步步高升 對對對 嗯 我喜歡 你要吃湯圓 對 很好吃耶 我選湯 這個咧 馬蹄酥 馬蹄酥 它在外面 像馬蹄啊 這個叫馬蹄酥 喔 喔 很像 司康 司康 對 通 非常綿芽 它有不同口味 這是鹹的耶 是蔥的耶 對 蔥香嘛 嗯 那是什麼 這是椰子 這個就是椰子 那這是椰子 那個飯飯才是椰子 NO 喔 這個是椰子 喔 對 吃了五角的喔 那是素素 對 對 對溫州的食物印象 應該還是餛飩吧 呃 意外是那個鹹豆漿的 一個質感 跟我想像中的太一樣 這一套嗎 是 他們本來就是一套吃 鹹豆漿加 糯米飯 來 菇米是不是有推薦這個 有 糯米 第一名就是推這個 喔 我竟然能跟大家選的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 嘗試一下吃這個套餐 糯米飯跟鹹豆漿 配這個 收膏 到沒有給你點這個收尾 我 我 說 我 我 我 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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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